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能量,一直引导着整个宇宙规律性的运转,正是因为它的作用,地球才能够在46亿年的时间里,保持着运转的状态,也正是因为它的作用,太阳系带着整个宇宙中,数以亿计的星球,都能相安无事地停留在各自的轨道上安自地运行。 这样一种能量引导着宇宙中的每一样事物,也引导着我们的生活,这种能量就是吸引力,现代量的力学表明,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能量组合而成的,而能量就是一种振动频率,每样东西都有它不同的振动频率,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不同事物的面貌, 无论是像猪子、椅子等有形的物体,还是思想、情绪等无形的东西,都是由不同振动频率的能量组成的。 比如一拍音叉,当你敲响其中一个,音叉杂出清脆的高调月声,没多久,其他的音叉也会发出同样高调的月声, 它们的声音会互相应和,产生共鸣,甚至越来越大声。 振动频率相同的东西,会互相吸引,而且引起共鸣。 我们的意念,思想是有能量的,闹电波是有频率的,它们的振动会影响其他的东西。 大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磁铁,会发散出比任何东西都还要强的吸力,对整个宇宙发出呼唤, 把和你的思雷震动频率相同的东西吸过来,影响就是最好的修行方式。 发正面吸引,你想要的一切,创造你的人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